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东部的滨海战术 军事上我们有四艘光乐快艇 一艘紧将军的飞弹巡逻舰 都进驻了花莲港 那据说这是花莲港 罕见的过去从来没有的大规模大阵仗 这个运步中港级运输舰 花莲港要升级为备用军港 花莲港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好军事上的备战 我首先请教一下这个张艺田将军 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辣碗报 就一路看到美丁的这些动态 美方对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支援 那所谓的各方的人马来 什么立陶宛 英国 各方人马来 包括我们在各港口 包括我们在这个海军 包括在潜艇上 你看看这军事上的备战 目前进行的如何了呢 我认为在军事上还没准备还不够不及格 我认为要加把劲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金门这个以火炮射击 火力射击来代替驱离 排的这个四月份排的满满的 中共一看看出来了 那看出来之后 他的海警船在进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停止射击 你没有停止射击 轰了他 这个就开始打仗了 两个打起来 拿火力去打他了 这个时候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的金门现在守军不到三千人 要拿火力取代人力 因为人力少了嘛 以前十万人嘛 现在三千不到 火力取代人力 那现在要赶快运补 都不运补 你打仗的时候 马上你要他独立作战 独立作战 你要先把这些的火炮弹药 赶快运上去啊 不然哪够啊 一下打完一下就打完了 你看乌克兰 五十多个国家给乌克兰 乌克兰都不够 张军你看 在金门月 它的整个实战设计 是几乎是整个四月份 而且非常的密集 各岛屿在轮流嘛 你那天不是讲嘛 这个六个岛在这个车轮式的 请问一下四月份的风险 是不是特别高 对 那这个很清楚嘛 它就是要驱离嘛 让中共的海警船不要过来 中共海警船就是要执法 中共的海警船就是要维权 你不要说海警了 它如果渔船过来 你开枪嘛 那也不行啊 那它这样的话 不管海警船 它除了渔船 海警船 海警船 海侧船 海上民兵 都是它的筹码 但这个子弹或是火炮 有时候会有意外 会飘嘛 对吧 所以你怎么看呢 那中国大陆 它已经做警告了 你看今天这个国防 大陆国防部的警告 其实非常强硬 国台办昨天讲到 这个态度也很强硬 对 他就知道 这个猫腻别再看出来了 他就已经警告了 不能群举妄动 那我们的讲法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应战的准备 因为台湾说实话吧 这整个四月份的 这个金门的实弹演习 就轻描淡写带过 是因为这个您啊 我们现场这个专家的 一些这个提点 所以我们那晚 特别大做了一个篇幅 那你认为大陆 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视 这个讯息 把它看成一个 怎么讲 当然条件也好 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 你觉得大陆会怎么样 来应对这个事情 对 以前一天 以前一个 一季里面就一天两天 因为有渔民 有货轮三轮进出 所以它一天 那你排得满满的 那很清楚嘛 那就是在意味着挑衅嘛 那中国大陆是这么做解释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就讲得很清楚啊 那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是就是说 要我们硬吞回去 要国际硬吞回去 你要不要把这个演习的整个月排满满满的 你敢不敢 它到时候 中国大陆判断 它真的会有船进到进县之学域 不管是渔船或者是执法的海底船 一定会有四月份 那你要不要去 不只是四月份 在京夏海域 其实在2月14号撞船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就看到 整个效应早就外移到了台湾的这个本岛 包括我们讲到东部海域啊 台中啊 苗栗啊 新竹啊 不是吗 所以像我们在花莲进行的这些部署 让花莲港 一下子升高为这个备用的一些军港 包括我们的这个前舰啊 我们的驼江舰啊等等 我刚刚讲了一连串的这个备战 备战的一个作为 还包括美国情报特种作战小组 到这边来带一个概念 我们的蔡英文也见了 她的概念是什么呢 台美共同抵制中国的侵略系行动 你怎么看 我认为她讲的这个话 共同抵制中国侵略行动 她这个讲话 我认为不切实际 第一个把我们这220亿美元 6600亿台币的这些军售 都订单赶快过来啊 F16过不过来 MQ-9B海上卫士的无人机要不要过来 我们下的这些订单 包含水雷 包含鱼雷 也包含了感测器 包含了征兆的装备 要不要过来 还有M1A2T的腾客 你赶快过来啊 没有 都向后延后递送 你这个你讲到说共同抵制中国侵略行动 你却没有动作 你赶快过来 F16V新的买了66架 我们的那个初期款都已经付了 赶快把飞机送过来啊 没有 那它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说说而已嘛 无论要具体的行动 甚至还要 说我们是不是要启动 卖那个逆中战机给台湾F35 是不是要这样 这个才是具体的 不是讲了共同抵制 所以我们的疯狂备战 嘴巴上的备战 没有备战 各式新闻上的一个备战 你觉得对于实质上的帮助 是很小的对吗 没有啊 我认为政府有没有提升心防 有没有做人力动员 或者是物力动员 局部动员 心理动员 有没有做 甚至我们的打仗一定会有战损 会有伤亡 医疗动员 有没有做医疗动员 都没有做啊 你这样子不是都是 在那边放空话 我认为要物事敌之不来 事物有以待之 这个时候你要做动员 没有动员 心防动员了没有 没有 大家没有 我看到那个外侨学校 台北的外侨学校 因为外侨学校有的是双重国际 在那边读 就只剩女生 男生都跑掉了 不是 女生呢 男生多 女生少 结果现在是全班都是女生 男生呢 男生跑出国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他们跟我讲的啊 他说那外侨学校 我不要讲哪个国家的学校 因为外侨学校 大部分读外侨学校 很多是双重国际的 对 你想这个现象 跟我听到最近的讯息是一样的 一致的 一般都是女生 男生 很多家里面有这个 快要扶兵役的孩子 因为家里能力允许的话 几乎都送出去 但是根本还没开始 就还没开战 人先跑了 怎么会这样的 那时候要编这个五六千亿 我弄得哪够啊 打仗的时候先加薪 因为你不可能让他三万七千块钱 两万块钱 叫他上战场 一定是先加薪 你看那个雇佣兵拿的钱都很多的 那个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也有雇佣兵 我跟你讲就算加一辈子 爸妈 阿公 阿嬤都会说不要啦 对不对 现在少子话 那一个孩子休眠 我认为五六千亿 因为国军要占到一兵一组 五六千亿连抚恤金都不够 还没买武器呢 你但是还没有 所以问题很多 我们的备战当然很多嘛 政治上的备战 外交上的备战 军事上 都没有做 还有金融上的备战 金融上的备战 我们真的讨论的很少 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金融兵推 我们也不知道细节啊 原来我们进行了金融兵推嘛 对不对 金融为什么要兵推 就是万一打仗的时候 金融上的一些损失该怎么办 那为什么呢 也就是因为 所有的金融的一些监管单位 金融的一些单位 都知道可能真的要打仗 请问过去我们有这样做吗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